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让我们想到台湾的甘吉丢 代表的就是吉利 台湾也有一句俗话说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带您去寻找一个有品牌的甘霸 大家你知道吗 我所在的地方就是品牌甘霸生产最大最好的地方 这里是哪里 我们先不告诉你 好 我们要带您去找一位甘霸达人 台湾清果合作社新竹分社的刘经理 要带我们去找好甘 尤其有品牌的好甘在哪里 还是吹到好甘 今年就好年甘霸 带您去找他 来到新竹宝山 万三片的都总是甘霸 尤其这个时候来 你看 橘子红的 好漂亮哦 结石雷雷 而且不止这里有好吃好看的甘霸 我们还找到一位甘霸达人清果合作社的刘经理 金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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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理 这个就是我们的特产 这个时候特别好看的甘嘛 对不对 对 童甘 童甘 对 在路边这样子呢 不怕人偷办吗 不怕人偷办 那你要带我来找一位也是甘霸达人 对 也是甘霸达人 而且他种出的那些橘子成果都很好 而且品质各方面都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在哪里啊 在这边 就在这里哦 冰牌桶甘达人范炳泽 冰牌桶甘幕后推手 打开俄美桶甘新通路 这甘霸要怎么穿得这么漂亮 我们柑橘我们首先要选择我们的 高强桶甘 因为高强桶甘里面我们的种子比较少 风味又好 什么叫高强桶甘 高强桶甘是说果梗比较小的 彩出来的那个橙红色 这个梗要比较小 要比较小的 对 这样有什么好处 结的果比较大 是哦 这样不然都觉得大一粒就会让人来 不不不 不不 果梗小 再来呢 这是这个品种 适合我们新竹一带 所以要找品种很重要 对不对 再来呢 在秋林地里面 要在秋林地 对 秋林地 排水良好 这个很典型耶 对不对 典型的秋林地 一个秋林地这样子 排水良好 原因就是要让它好好排水 对啊 还有农民在土壤方面 酸碱度要配合 那个 柑橘的桶甘的生长 酸碱度有差的话 我们适用苦土石非 即混合有机肥料 石非跟有机肥料 有机肥料混合 阿范科士啊 我们看到橘子上面 一颗一颗白点这些什么 白点那是硫磺合剂 对人体无害 硫磺合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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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在做什么 在采收 采收哦 怎么个采收法 来给我们示范一下好不好 我们首先就把机子抬起来 大概要多高 这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所以主要我们把这个梗剪掉 这要经过储藏的 为什么 我们这个新竹 这个宝山一带 特别适合种桶甘 有什么特殊的地形 它添厚条件吗 因为我们的日照 也够了 气温 还有我们日夜温差也大 还有我们刚好是丘陵地 尤其对农民工作 这么多年的经验之下 所栽培的柑橘 与其他地方完全就不一样 8月9月的时候 最好是干旱 能够储藏它的营养 而且我听人说 我们这些桶甘 是有品牌的 有 什么品牌 因为我们景华园的品牌 品牌桶甘是为了纪念 清果合作社前总经理 周京华先生 感谢他过去引进 干级多样化品种 在新竹分社辖区培育推广 如今 品牌桶甘行销 已经在全台打抢了知名度 农业前辈的努力 造就了今天果农的收益 真的要感恩啊 新竹县 峨梅厂的山坡地 占三分之二以上 排水良好 土壤肥沃 气候温和 最适合栽种桶甘 峨梅这种大春种桶甘 紫少 枝多 糖酸适中 风味香浓 色泽友好 最受欢迎 不是说生在这里的品牌桶甘 采摘之后 还要分装 而且要称重量 要知道它符合标准 符合标准 什么样的标准才叫 要挺排桶甘啊 最起码糖度要12度以上 还有25公分到27公分之间的水果 好 经过我们的检验人的检验以后 才装紫香 黄澄澄的桶甘采收容易 栽种可不简单 农民的付出让我真的很感动 峨梅桶甘金黄饱满挂在树梢 如果不是农民的用心 哪有今天的甘甜好滋味 不说我们不知道原来品牌桶甘 还有一个感恩的故事在里面 尤其过年期间 各种甘的都大出 你看我包括我手上的桶甘 还是碰甘 帽古甘 海荔仔 美女甘等等 任君挑选 送礼大方受者实惠 如果要快 提醒大家可以选桶甘 为什么呢 因为它保存的时间可以最久 为什么桶甘盛产的地点是在新竹的 峨梅宝山北埔一带呢 它的特色跟原因又在哪里 广告回来告诉你 大家来买甘鸡很好吃 这是牛丁 我知道 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哦 对 这个叫帝王甘 对 也是日本的品种之一 这奇怪 这么大了就清贱 小了就帝王甘 这边差太多了 台湾移民力新奇的报给你 有啊星期告诉你 这棵桶甘树啊 它已经有50年的历史 而且每年光是一季 它的产量呢 高达600台金 它换算起来 这张旗啊 也在生产 2400颗左右的桶甘哦 好厉害啊 要跟它置个最近铃啊 而且呢 这里的桶甘是有品牌的 经过台湾清博合作社 新竹分社业辅导生产 而且也是唯一 农委会辅导有品牌的桶甘哦 这个桶甘呢 不管它的外面的色泽 颗粒的大小 里面的风味 还有它的甜度 都是符合农委会 所认证的 优良水果的品质 就对了 它到底有多好吃 是怎么种出来的 就要揭开这个秘密 给大家知道 一起去了解 哇 刘经理 你看这路边有人 卖这么多不同的橘子耶 对啊 这一种我见过 这一种叫 碰干 对不对 这个也是碰干 碰干 这个清剑 这是什么清剑 其实这是日本的原生种 真正的日本的 我们这边果农 带回来嫁接的 把日本的种 接在我们新竹的果树上 新竹的果树上 对 这个不错耶 过年的时候 摆一两棵 在客厅很有牌头 对 真的有一种大吉 大利的感觉 对不对 对 这是牛丁 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 这个叫 帝王干 对 也是日本的品种之一 这奇怪 这么大粒就清剑 对 小粒就帝王干 对 帝王干 对 这个是什么 柠檬吗 不是 是三宝干 这个叫做三宝干 对 三宝干 在市场上 这个数量是很少 所以只有在这边 这个额莓聚集 有少数的果农在栽培 你怎么要这么多 三宝菊要这么多 他要煮 好 这个是煮汤用的 可以做 来做茶喝的 感冒 越感冒出越可以吃 民众买去 可以用热水煮过以后 因为它本身柑橘就有是 止咳化痰的作用 对 所以说一些买回去 除了生死以外 可以做止咳化痰的一些作用 所以三宝干 对 变成热茶喝之后呢 止咳的效果最好 对 也可以化痰 大家来买柑橘 很好吃 这个阿婆她请我们吃 比麦橘子还要认真 对 完全不管谁在买 一直请我们吃橘子 好 来大炭情 身体健康 你好 谢谢 这牛天的这么好吃 好甜喔 刘经理啊 你好 你带我来这里是什么地方 很吵 好像工厂耶 哇 你看 筒干在跳舞啊 对 这个是什么 过年的 应景的水果 代表大吉大利 哇 不过在市面上 我怎么去判别有没有品牌 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 当然 最主要田间 有检测过了 今天没有农药的残毒 合乎它的 这个一定是 一个基本的条件 因为要 这个桶干 要让消费者吃得安心 一定没有农药的嘛 所以说 这个很不简单耶 在果园里头要检测一遍 对 先检测一遍 有品牌的桶干 对 基本上 包装吗 包装 最主要还是包装 我们到这里 对 这个都是有包装的 对 包装都很冷宽耶 前面的包装 跟这边不一样 可是 有什么不同 一般的 共同预销的货品 一般的货品 就是用白色的箱子 有品牌的是这种 很明显的 可以区隔开来 还有一个 我们很明显的一个logo 这个logo就是代表 额眉地区的这个桶干 你看那个娃娃 生意盎然 桶干娃娃就对了 对 桶干娃娃 人质的就对了 代表很喜气 对 很喜气 这个有品牌的 跟一般的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是一般的 你看 粗糙 可是一般比较大颗耶 一般的大颗 不一定 不一定就是 大颗不见得好 不见得好 外观各方面看起来 我想消费者 各位观众朋友 一看就知道 这个品牌的好以快 优以劣 对啦 你有没有听过什么叫做 风干浮菊皮 有吗 这这么粗 就好像刚刚刚的橘子皮 就对了 你看 这个有品牌的 看起来这么幼 对对对 真的不一样耶 是是是 如果说经过我们的品牌 品牌的各项作业 形成出来的品牌的 警华研的桶干 价格跟一般的落差 大概有将近一半 所以说这个品牌也能够带动我们 这个额美地区的一些桶干的产业 让我们的果农收益相当的多 对所以说 虽然说一公斤价差几十块钱 不过来 你没有拿不知道 是 虽然这比较大颗 这比较小颗 可是告诉你拿起来 这个比较重耶 表示它水分比较多 对不对 好啦那我一个私人的问题 要问一下刘婧妮 我才能说外表碰碰 是碰碰 碰碰碰 碰碰碰看起来不像汤 为什么叫做桶干 这个桶干 为什么叫桶干 这顾名思义 我想以前 从那时候 三十年代 三十年代的时候 这个桶干 就是从我们中国华南地区 那时候要运输 要引进到台湾 为了方便储存 就把这个柑橘 就放在桶子里面 以后就来命名说 这个叫桶干 一直延续到目前 年年就叫桶干 除了桶干以外 这个桶干生产期 是在过年的这段期间 也叫做年干 也叫做年干 所以说这个年干 也是代表我们 这个大吉大利 大家投个一个喜气 大家一个吉利的象征 现在这么进步 这个桶干现在生产出来的 可以放到什么时候 都还可以吃 像我们这边的储存期 从3月1号一直可以到清明节前后 到清明节前后 而且可以调节市场的工需 可以放到清明节 对 可以放到清明节前后 很耐放 很耐放 对 很耐放 刚才刘经理说 这里是一个天然的储存场 天然的冰箱 对不对 就是在这里 而且这里放的桶干 就可以放到清明节还能吃 现在在处理 我们来问问他们 为什么要扭一下风起来 作用是什么 因为我们要仓厨啊 因为这个量刚刚出了 非常多 你仓厨起来 到那个农历3月以后卖 非常的甜 刚才我们看到是新鲜的 马上要上市去卖的 对不对 你说这个要放到 最久最久清明都可以吃 可以 非常甜 原来就是这样 这么简单就可以放到清明 现在就把它带口封起来 扭一下封起来 不要给它透风 以前我只知道酒越沉越香 今天又学到的桶干是越放越甜 这里在做什么 在分等级 大小等级 这个是什么等级 这个是25的 什么叫做25 25它的 它就是果实没有 又比23大 比27小 OK 25就是它的直径 对 27是最大的 29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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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的最贵吗 不一定看市场的需要 所以这里有量这个公分数 对不对 从这里来控制大小 如果一样大小的 就会掉下来 对不对 所以29公分会从那边掉下来 27公分会从这边掉下来 25公分 好 这个25公分 了解了 大哥 今年的品质比古年 比以前有较好吗 较好 较好 今天刚好风调雨春 是喔 对 产量有较多吗 我的是大产量 较人的我不知道 很骄傲 它是大产量 较人的不知道 好啦 恭喜你了 招贪钱 谢谢 好吃的水果要用心栽培 还要懂得行销 不然农民的苦心用心 我们就感受不到 也享受不到 过年的柑橘你买了吗 再等一下广告回来 我们还要告诉您 更多有趣的柑橘的故事 对 月面底下的话 糖度会比较酸 是喔 长在橘子树的越下面的 越酸 越上面的越甜 对 还有看到后面的尾巴的部分 如果稍微有凹进去的 这个果实就比较饱满 台湾农民里祝您大吉大利 今天来拜访柑橘故乡的新竹 其实台湾每年过年的时候 就是吃橘子的好季节 各种各类橘子当中有 而且呢 土産比进口的橘子 多了一股新鲜跟清香的味道 橘子从头到尾 从里到外都是饱喔 有把橘子皮 晒干泡茶喝喝成皮 对吧 民间也传说 感觉如果是跟蒸热来吃 可以止咳 这些民间的说法 真的一生都是饱 我们继续带您 在新竹去探导去 柳二哥你好 哇 很认真打拼耶 难道 真的耶 橘子都要种在这种秋林地 有点斜坡的地形 对不对 对 柳二哥 你感觉真的碎了吧 种橘子最困难的地方在哪里 最主要是气候 气候 最怕在什么时候下雨 反正雨水不能太多 普通的话七八月的话 如果是没有下雨的话 品质会比较好 但是一般 在市面上看有些干嘛这么漂亮 应该怎么选 怎么从外观来判断说它好不好吃 像这个 月底下 月面底下的话 就 那个糖度会比较酸 是喔 长在橘子树的越下面的 对 越酸 越上面的越甜 对 还有看到后面的这个尾巴的部分 如果稍微有凹进去的 这个果实就比较饱满 是喔 而且糖分度 滋多 这粮顺有凹进去了没有 要看个人的判别的部分 来来 留个帮我们找一颗 有凹进去的 谁做什么块 例如这一颗 这一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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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比较凹进去 比较凹进去 对耶 对 就是说比较凹进去 要选筒干就是要看 里面有凹进去的 对 稍微有凹进去 看 稍微我们有经验的人 内行的人一看就知道 这个筹干一定比这个好吃 那我就来看看 凹进去的甜不甜 好 你看 对 这次留得漂亮 对耶 这个很符合糖分的标准 甜当中大概一点点微酸 这个标准的好吃的筹干就是这样 刘二哥 你这里有开放给人采果吗 我们马路边的话是有给人家 像任养一样一颗 多少给他自己 那一颗给人家去采 是喔 你如果可以任养这一颗树这样的时候 每个礼拜天我就来看他一下 是 来施肥 结识的时候来采果 不错耶 所以说过年到了 大家也可以利用这个假期 来家吃胖干 采筒干 甚至任养一颗筒干 跟这里的干妈 发生更多的感情 就是 每年奴隶年前 新竹 峨梅香的筒干节活动 都会吸引大批游客造访 峨梅香是台湾筒干的重要产区 这里出产的筒干香甜好吃 色泽鲜艳又耐久放 不但是过年必备的水果 更是最好的伴手礼 这个橘子可以又漂亮 而且又很 可以换很久 不会坏掉 七八分熟的时候 把它采下来储藏 那我们把它套袋 放在那种通风良好的地方 那这样储藏大概可以到了四五月 四月五月 那市面上都没有橘子的时候 再来销售 那一方面也是调节产期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价钱可以卖得更好 峨梅产的柑橘种类很多 但是普遍品质都很好 主要是因为峨梅冬季 跟春季的雨量适中 温度低 结果期的雨水少 日照充足 日夜温差高达摄氏六到十度 使得这里产的柑橘水分特别多 果肉也特别甜 这种因为皮比较薄 摸起来比较重 所以比较有水分 特别的甜水分用够 很好吃 果农说柑橘除了新鲜吃之外 还是老一辈的拿来对抗感冒咳嗽的民间偏方呢 把它挖一个洞 然后把它用那个筷子 塞一点盐巴 然后把它用那个木炭去烤 然后吃得绝对好 对柑橘仅有独钟的彭先生 今天亲自到果园来采摘自己要卖的柑橘 他对甜度高 产量有限的雪橘特别感兴趣 这种的是雪橘 但我现在来采的 专程来采的是这种雪橘 但这边这些橘子也都气味也相当 相当和不错相当佳 微微酸的三宝肝 有浓浓果香的美人肝 还有这红艳逼人的佛丽蒙田菊 都是柑橘家族的后起之秀 各有不同的爱好者 聪明的果农把桶干变矮了 让果实长得更集中更靠近地面 草生栽培跟合理化施肥 让峨梅桶干在有机的土地上 发展出无限的生机跟商机 也带动了峨梅香的休闲产业发展 看了今天很多农民的用心 还有柑橘动人的故事 您是不是也心动了呢 心动了不如马上行动 乖乖乖乖乖来吃 真的要过年了 我们祝福大家 在新的一年多吃柑橘 包你过年大探旗 祝大家虎年一切顺心如意 大吉大利 台湾有更多的农民力 我们明年再见了 1.4个月 2.5个月 入住 2.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